大家好 又是《讀書豪TV》的時間 今集是介紹陳仁闊的三位女兒 去追溯他們父親和母親的作品 就是《也同歡樂、也同仇》 父親陳仁闊、母親唐雲 這本書其實不是我們所了解的一般知識分子 去追溢民國時代的學術大師 他們的成就 或者他們晚年在中山大學裡面 陳仁闊怎樣盲了眼睛之後 仍然用十多年的時間 寫了六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等等 沒有學術的成份在裡面 也沒有政治的成份在裡面 有的是生活上的細節 我覺得這本書除了陳仁闊之外 另外一個真正的主角其實是他太太 也是作者的母親唐文女士 當時他有一段裡面的廣告 陳仁闊是一個書蟲來的 就是把所有生活裡面的 所有精力時間都放在這個學術的研究裡面 他基本上到四十歲都還沒結婚 當時在民國的人來說 二十多歲就已經有小孩子了 四十歲還沒結婚就已經叫做熟男 熟到男 所以他在清華大學教書的時候 很多人都替他穿得 直到有一次他看到一個牌匾上有一首詩 是當時台灣巡婦唐景松的作品 他說這個人為何在家裡掛了一幅這樣的詩 其他朋友告訴他這個就是他的孫女 他也是在學校裡教書的 但不是文史哲的 其實是做體育老師 陳仁闊就開始約會唐文女士 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根據他的女兒的複術 他說他媽媽看到他爸爸來的時候 因為他媽媽是一個體育健將 教體育的 所以就很留意一個人走路的姿勢 他就問為什麼這個人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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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就已經打了一個折 後來聊下去就知道 原來陳仁闊德國的時候很窮 沒有錢 所以買的那些硬底皮蟹 就不適合腳 就穿得整個腳板都是生雞眼 這些就是他們兩個人的生活的細節 更多就是他們在戰聯的時候走難 住過在北京之後 住過在桂林 住過成都 也來香港住 他的徐堂政治史術論稿的作品 是在香港完成的 住過太子道 住過福老村道 住過尖沙咀山林道 最長的時間就是住在太子道 每一次你想想 陳仁闊就身體不太好 由小到大都是多病 眼睛又不好 行爐又不好 所以事務大小 不親家裡搬屋 在女兒眼中全部都是由媽媽一手一腳去打點 陳仁闊在成都的時候 開始這隻眼睛 一隻眼睛就已經不太看到東西 在1949年之後很快就已經失眠了 但他在中山大學教書的時候 初初是沒有助手的 所有的 譬如準備的受課內容 包括陳仁闊很多時候 他要研究去查證一些東西 其實是要靠唐文女士去幫他做的 差不多是半個他的秘書和他的研究助理的角色 記住他還要照顧他的孩子 照顧他的身體健康 以及照顧他的教學和學術上的研究 我們看一本書裡面 也有很多唐女士的手抄本 當時說他有一本書 譬如唐代政治史術論稿 有一個鋼筆的藤寫本 然後還有毛筆的藤寫本 是整本書藤出來 可想而知 他對他丈夫的工作上的支持 是多麼厲害 我覺得最令人覺得 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是什麼呢 是本書最後面的一章 就說到他們兩個雖然在文革 一個很艱苦的歲月 洪衛兵就直接禁止了陳人確寫作 認為不准他再放毒 就視為這個毒草 就把他趕出來 裡面也有他們結婚週年紀念 或者是生日或者節日裡面 大家互相寫詩和對方交換 你想想我們這一代是很難想像的 其實他們裡面其中有一首詩 就是7月17日結婚紀念日 兩個在195年9月3日 互相交了首詩作為唱和 陳人確寫的一首就是叫做 同夢聰聰聰也八秋 也同歡樂也同仇 諸如芳索 驅憂說 一笑裝成半白頭 即是說結婚二十八周年 大家也同歡樂也同仇 一轉眼間已經是兩個人頭都白了 而這個唐雲女士寫的 也寫完之後 給陳人確看 就是另外 同一首 同一個詩體 都是說結婚週年 今苦年年慶此秋 以無囚障更無仇 三初有名憂憶念 歡樂如生共白頭 但是你想想到兩個人的感情 其實遠遠超過 除了是一個助手 一個秘書 或者是生活上照顧他 或者照顧家裡三個小孩之外 也是在思想上 在人生的價值觀 和信念上的一個伴侶 所以作者在這本書最終講到 在1969年10月7日 就是陳人確過世之後 父親去世後 母親我病不起 簡要地交代了後事 自己感到一生的任務已經結束 在父親世世後45天 便追隨他死與共的伴侶而去了 1969年10月7日 11月21日 在文革風暴中 父母先後淒淋此世 這本書其實 一點都不善情 我覺得 但是裏面很多事情 你只要想起當時的背景 想起陳人確的選擇 你就會知道 其實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 不是沒有選擇的 是有的 問題你選擇了之後 你就要承受代價 而很多人 是沒有辦法去面對 去承受那個代價 所以選擇了政治 但是有些人選擇了 作為一個自由的意志 和具有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的時候 他所面對的就是剛才 作者那位三位女兒 所追述最后那段 在文革風暴裏面 淒淋地辭世了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 如果大家看完梁思成那本書 有興趣的話 不妨拿這本《也同歡樂也同仇》 可以一起讀的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記得取得一本好書 拜拜